7点22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明两天各地暖如初夏 要提醒您外出多补充水分了 来看看在昨天上午10点之后 到中午过后这段时间 颜色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 越来越橘 就是温度逐渐的升高 同一时间包含在紫外线的部分 也慢慢从高量等级到过量等级 甚至有些地方到了紫色的危险等级 所以也特别提醒您 像是这样子的好天气 要特别留意紫外线的威胁了 尤其是在每年的6月到8月 是紫外线普遍最强的时候 那么另外比较弱的时候 就是在冬天的12月到隔年2月 也就是说接下来 我们要慢慢地步入夏天的季节 因此如果说在外面的话 要避开10点到下午2点 长时间曝晒 比如说你可以戴一些帽子 太阳眼镜或者是一些薄薄的外套 阳伞等等 特别是在像是高山还有海边 这是更容易晒伤的 如果有往前往这两个地方的观众朋友 一定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否则真的很容易晒伤 如果在外面晒一个15分钟20分钟 就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变得红肿很烫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了 虽然说今明两天天气还算是蛮暖热 但是星期四开始要慢慢变天 主要是因为封面逐渐靠近 可是在封面前还是一个比较偏暖区的天气状况 因此感受上会很闷热 因为水气增加了 可是温度还没掉下来 因此在礼拜四这一天 逐渐的西半部会转为游雨的天气 我们从今天的降雨 逐渐带你来看到明天的一个降雨趋势 今天水气很少 只有东半部地区 还有午后山区一些很零星局部的降雨 但是到了明天礼拜四的白天 可以发现可能是在午后的时候 随着封面逐渐靠近中部地区 也许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 整个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从沿海这个地方 慢慢的降雨机会会越来越高 接着来看未来几天的降雨趋势 雨是最大的时候 预估会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因为封面逐渐的往南压 逐渐通过台湾 所以可以看到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是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局部的雷雨或是震雨 尤其是紫色红色这些地方 代表的是雨是可能下得很大 下的时间又很久 只要有一些这个中小尺度 或者是对流云系移入的话 都容易会带来瞬间的大雨 提醒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么到了快一点的话 可能星期六晚上 雨是会由北往南逐渐趋缓 但这不代表没雨哦 只是雨会相对来说缓和一点 因此提醒您 接下来几天天气都很不稳定 雨三雨巨都要背在身上 而且很快在下周一 又会有另一道封面靠近 又要变天了 至于温度方面呢 来看到在经历两天 各地的温度都会来到30度以上 特别是北台湾地区 红色这一条线标得特别高 那么在今天台南高雄 靠近山区或是河谷地方 也是有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 不过接下来随着封面靠近之后 温度会慢慢的稍微下降 北台湾地区温度降幅会比较明显 中南部地区则是维持 暖热的天气状况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自然